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还是晚期新闻 我是李易如 我国的本土确诊数在连续三天破400例之后 在今天是突破了500大关 在今天是新增了551例个案 分散在全台湾的17个县市 而其中以双北市的个案数是最多的 职业官前中也大胆预言了 以现在疫情的发展来预估 台湾在4月底本土单日确诊数将会突破千人 而发言人庄仁祥更表示 月底破千甚至是破万例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有医生就分析了 除非台湾宣布放弃疫调和隔离 才有可能会破万例确诊 而目前高风险的北北基桃 除了基隆已经展开按新筛检之外 城中现在也希望包括了北北桃也能够跟进 全台各地大清晓 五国连续三天本土确诊破400例后 12号再破500大关 新增551人确诊 分布在全台17个县市 光是双北个案数就占了一半以上 眼看确诊数持续飙升 指挥官城市中更大胆预言 以目前这样的一个趋势 看起来4月底上千是几乎是一定会的 千例或万例的这部分 它当然是有可能发生 但只是说大多数都是轻症 要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像邻近的南韩就曾在一天内破60万人确诊 以人口数推估台湾单日出现20几万的病例也不奇怪 不过有医师保守预测 由于我国本土走势偏向缓步上升 要看到单日确诊数破千 其实需要几周时间 除非放弃疫调和隔离政策 才有可能出现单日破万人染疫 而这几个县市更是被陈时中点名 风险最高 陈时中也透露 已经连夜和北北陶联系 严离比照基隆启动爱心筛检 其中心北市回应社区筛检量 已经是全国第一 但如果中央要给快筛试剂 也非常欢迎 因应确诊个案暴增 指挥中心决定要让区隔和区检民众 除了入境第零天或接触者疫调需要 要做一次PCR之外 第十天起满日 原本的PCR一律改成做快筛 但也被点出恐怕会有检验不实或造假 指挥中心则回应还是会相信确诊者 但除了加速解隔筛检外 陈时中也预告 世界疫情正在降温 可以期待今年暑假回国入境 就可以免隔离 就应反对我斗